中文字幕 李宗盛 Cindy不知道的 是啊 適合我們吃的 通常比外面新鮮很多 不是經常有的 聽問樓上很有名的粥店 就有一件事是熟熟才會點的 所以這次就去問問老闆到底是什麼 喂老闆 喂 你好 聽說有些東西你熟熟才會點的 那你也知道 剛剛我昨天釣了一些好東西 順便做你試一下好不好 喂呀 買了這麼久的關子 快點拿出來給我看看是什麼 好東西來了 開股了 這碗是他們獨有的大美有足 老闆說就這樣吃可能會差一點 但加上牛肉 多點肉香釣起些鮮味 就馬上變得好鮮甜 魷魚有五六片 很爽滑 是這根粥很貴至限定 街坊熟客來到鮮聲 魷魚粥其實我都是兩年左右 做了兩年左右 我是有一次出海 釣到很多回來 80斤 我不知道怎麼辦 派不完就給熟客吃 他們說好吃 那就試一下賣去 大美油通常在香港的話 是要去到11月 海面就有很多人去釣 以我印象之中 通常是去到3月左右就會少 很不同 大美油它比較鮮甜 你一般街市買的 是長型的火箭油 它是爽口 沒有任何味道 試過有熟客問 可不可以整隻賣給它 它用來打火鍋 鬼節限定的還有大蜜魚 其實蜜魚是比較難釣的 其實它的味道和魷魚很接近 但是大美油就鮮甜一點 兩個不同 蜜魚它有一條骨 湯了它的內臟 洗乾淨它 之後每一天我們都會拿出來去切 想吃到真味 就要試試百出吃法 現在就先試大美油 看來跟普通的魷魚蜜魚都沒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這個大美油 口感是很滑 而且吃得出是很鮮甜的 那又試了老闆 新鮮釣的蜜魚是怎樣 這個蜜魚看來明顯地大塊很多 我覺得蜜魚的質感上是厚肉一點 不過如果喜歡吃淡淡肉的朋友 就去吃這個 如果大家來到想吃其中一樣的話 就要看大家的彩數 就好了 明眼的人已經看到政府在做什麼 時間會繼續證明更多的事情 好 好